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三月三号 星期二晚上十一点 运通财经台 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一开始先关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美股再攀高峰 道琼跟标普500指数 收盘同步改写新高 带动台股开高 不过盘中一度是跌破了 九千六百点 贵盘在台积电 大力光等电子股 拉台下是由黑翻红 加全指数收盘 小涨了4.41点 收在九千六百零五点七七点 顺利的守住九千六 成交量是缩小到 八百四十三点四九亿元 个股部分 电子还是盘面的主流了 台积电大力光跟人保 力成大盘 汉维科股后 明天要召开法说会 侠带的亮眼业绩题材 激励的盘中是开高走高 一度来到一千六百七十元 收盘是一千六百五十元 也是创下历史新天价 其他全支股走势不一 面板刷壶友达群创成功止跌 鸿海可乘TPK成猴 日月光走弱 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行动通讯大会 相关概念股表现火猴 无线充电族群 迅捷连昌强势攻顶 灵通利奇盛群茂达联美走洋 金融方面金控龙头富邦金 出现了涨多回档 国泰金赵峰金同步走洋 传产以纺织最强眼 成衣大厂如虹巨洋 强势的领军 一进红衣东龙心更是其力的功高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哈电子树检测设备大厂 也是股后汉维科 去年第四季的营收亮眼 再创单季新高 市场看好获利渴望同步的跟进 虽然说面对了同业竞争的压力影响 但是外资出具报告表态立体 看好产品领域不同 以及新品效益将在下半年发酵 明天即将举办法售会 行情率先起跑 盘中股价是大涨5%以上 以1670元再创历史新高价 台北国际工具机大展 是盛大的开展了 在大厂东台盘中涨幅 来到了4.18% 成泰也有2.9%涨幅 由于美国市场稳定 欧洲市场也维持成长走势 成为今年营收上工的新动能 东台强调汽车产业复苏 航太产业新奇所带动的商机 一运势展望看好 电源还有CNC 数位的控制系统解决大厂台达电 参加了工具机展 也大修了高阶工具机应用 以及工业机器人 更端出了五轴直角坐标机械手臂 等智慧机器人方案 满足各种的加工以及应用需求 大展布局自动生产的一个成果 全球最大电子商务集团 阿里巴巴尔的主席马云 再度来到台湾进行演讲了 送上百亿元的创业基金大礼 扶植台湾青年创业 目前已经依照相关法规提出申请 希望能在下半年展开计划 二线封测厂金元店配息1.8元鼓励 创下挂牌以来的最高的鼓励 股息的殖利率是高达了6.6% 开盘之后一路冲高 收盘涨停来到28.95元 再创波段新高价 成交量时炮出了50,739张 超过昨天交易量的4倍 呈现价量奇洋格局 凡在其货的布局 以及三大凡的买卖超盘名 外资买超39.18亿是持续的买超 而投信是调节了3.53亿元 近伤是卖超了7.45亿 总计三大凡是买超28.19亿元 详细数一同来关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股期货以9614点作收 下跌了17点 与现货相比较 正价差8.23点 筹码面部分 外资空单大增了3724口 近多单部位是降到7825口 投信多单小增45口 近空单是996口 经商多单加码了672口 至1744口 总计三大法人空单增加了307口 近多单部位是降到8573口 这是台北股市表现外资法人的观点 巴克埃就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 调升今年伦敦布兰特和纽约 原油期货的均价预估 强调最近石油价格出现涨势 可能只是暂时现象 主要受到北美天气严寒 带动了原油需求减少 让链油厂产能利用率降低 使得投资者对石油买盘的高昂情绪 可能跟着降温了 彭博社报导指出 澳洲央行因为疲软的澳币汇价 协助了舒缓大宗商品价格滑落 对经济面造成的压力 意外做出了持平利率的决策 巴克莱在结果出入前就表示 澳洲央行的论调显示出 并不急着要连续升息 因为央行由于房价的快速上扬 仍抱持游行的 摩根大同表示 大陆的利率下调空间有限 经线的情景是假设 今年的剩余的时间里 都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利率下调 强调中国央行第二季 渴望再全面降准50个基点 预期第三季引入存款保险的制度 或者是完全取消存款利率的管制 面板双虎新春开红盘 股价表现却遭遇了逆风 摩根斯大利就认为 投资面板族群 不能只看短线面板价格波动 更重要的是要观察 面板产业长线的供需变化 因此大模式维持对 友达友谊大盘 群创维持中立的投资平等 对整体的面板产业趋势 维持中性偏多的看法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火 混合好 维持中性偏多的状态 小梅市的强力 维持中性偏多的状态 保险中性偏多的状态 行量 这个状态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气象台今天出台的偏多讯息 在车用倒车雷达厂同志 送回中国市场汽车安全电子配件 在着装率是大幅提升了 今年大陆的采购订单 渴望持续的增长 包括了大陆长城 长安东风等大车厂的客户 都大举的采购相关的产品 渴望极力拉获力道 维持强劲的表现 锋利叶片数值大厂上尾 公布2月营收3.86亿 年成长幅度高达44.5% 上尾强调 中国风电市场拉获持续旺盛 加上了风电龙头厂 金风的渗透率 持续的增加 推升以运动能 今年环保的耐时数值 以及风电事业 有机会维持去年的成长力道 全年的毛利率 挑战25%高档水准 大陆的埋害严重 将从7月1号开始 寄出新的环保政策 登陆发展的水泥双球 台里亚泥受到对岸将要加速淘汰 落后产能的小厂 加上春节过后 基础建设还有民间工程陆续开工 广东地区的水泥酿价格要调涨 以运获利空间渴望持续放大 大陆P1内销报价走高 调涨幅度达到50到150元人民币 累计2月大陆P1报价已经向上 谈升500元人民币了 同时部分的装置进行税修 也有大陆的货币政策宽松 政策力都加持 P1跟三雄的台塑、台剧以及雅剧 速化业绩行情将会持续走监 顶星集团旗下的电信产业 在台湾之星再度传出 有新买主愿意接手 根据消息指出 远传打算以180亿元收购 超估市场预期 董事长徐旭东更强调 考量的重点算是价格 但是也会把顶星的设为观感纳入考虑 App核富坐稳大陆医疗通路龙头宝座 去年EPS缴出5.7元 预计配发3.85元鼓励 凡预期跟核富是眼科的仪器代理 加上与陆场合资等新业务的推展 是很顺利 今年获利渴望出现2到3倍的成长 EPS挑战历史新高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保禄集团汤泉国际 五万坪大基地 国际海湾造镇 江南清水别墅 千坪老树园林 台北人最需要的江南园林生活 台北湾真实呈现 台北湾2805-9898 小带开心的开着车 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 不妙哦 卫视安全带致死率为有些安全带的5.6倍 安全带应该确实绕过肩部 以斜向通过胸前 小朋友要避免安全带纏绕固 孕妇使用安全带 应将腰带一致腹部下方 以免撞击唐汗腹中的胎儿哦 安全带的新幸福 紧紧细处全家 不高工具关心平哦 不高工具关心平哦 自然阶ków 欢迎收到股市晚安报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对付美元汇率 今天收盘是升值的六分 达到31.508元 兑换一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5.9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关心国际的重大财经讯息 美国商务部公布 1月个人消费支出减少0.2% 因为物价下跌0.5% 让实质消费支出增加0.3% 又于去年12月 显示出油价下跌 有助于带动个人消费支出 也让美股市上扬的 道琼更是大涨了122点 到18255点 再等新高 以科技股为主的 纳斯达克指数 更一度是涨破5000点大关 去年10月精准预测 日本央行加码货币 宽松政策的经济学家 三鸟中雄二是表示 包括了日本央行 可能在4月再度来 扩大货币刺激措施 因为3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可能接近于0 甚至出现下滑 让通膨目标面临挑战 欧元区二月消费者物价 缩减幅度小于预期 失业率也降到31个月以来的 最低水准 为本周公布量化宽松方案 细节的欧洲央行 提供一些窜息空间 反映了希腊债务风险缓解 搭配政策面 以及基本面双重利多助攻 欧股上个礼拜 总共吸金了58亿美金 已经是连续第7周的净流入 连续6周残联 全球股票基金净流入的宝座 今年以来 累计流入金额超过281亿美元 创造吸金量 已经是去年全年的1.8倍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呈现涨跌户界 大陆上证指数是收在 3261.37点 下跌了74.92点 便跌幅是高达了2.25% 韩国指数是上涨了4.57点 涨幅有0.23% 详细数字一同来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国际工具机展正式开跑 总计超过千家厂商共享盛举 使用高达5400个摊位 稳居亚洲第二大规模 马总统也到场信心喊话 以工具机产业医院的成长幅度来看 今年产值有机会迈向兆元大观 马总统 机械工会理事长徐秀苍 经济部次长沈荣金 以及工具机产业理事长卓永才等人 共同宣告台北国际工具机展正式开跑 工具机业 机械工业的发展 从最近几年它转型 不管在人才 在它的制造的能力 还有在出口的能力都大幅的提升 机械产业呢 我们在2014年 我们整个预估大概产值会到9800亿左右 今年总计有1015家厂商参展 使用超过5400个摊位 除了使用世贸衣馆 三馆 以及南港展览馆外 也首度使用圆山珍宴馆 其中外商参展比例高达25% 总计海内外厂商商 上看53000多名买主共享盛举 稳均亚洲第二大的国际工具机展 商级更上看21亿美元 最近我们看又在推动工业4.0 希望从事智慧制造 这个对工具机业我觉得是有关键性的影响 让我们机械工业成为台湾下一个造源产业 去年台湾机械产业产值只逼一兆元大关 如果依照工具机一月成长率高达16%的表现计算 今年整体产值有机会冲破兆元 不仅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也提供国内就业市场新活水 富士宣城届委台北报道 工具机展示刺激超过有20亿美金的商机 包括了有家台中金机东台上银等各家大厂 都积极来参加 有家集团总裁朱志祥 对于今年的产业景气是很乐观 预期有望维持校服成长态势 动作俐落 各式大型机台林立 现场宛入置身工厂 集团营收规模位居两岸工具机产业龙头的有家集团 一次租下高达130个摊位 超过20类的热门机种一字排开 大厂气势十足 全世界我们有260个 有26个品牌 40个工厂 这个品牌的历史有超过2000年 基本上来讲 今年是整个的供机器的景气 是有维护上升的这种状况 展现2022年集团营收翻倍成长到2000亿元的雄心壮志 跟倍足近百亿元银蛋在台投资设厂 旗下位于台中机械精明园区的新厂率先启用后 现在跟计划整合子公司 预计2016年以控股公司行事回台挂牌 因为目前我们在全球有20例要加 包括坐落在8个国家 那我是想把这家整合成一家 然后反台上市 因为整个上市的规模相当大 所以可以支撑资金可以支撑公司 未来再朝更大型国际化 我想因为台湾的这个机械业 今年应该整个广义的机械今年可以突破到兆元了 与马总统握手寒暄 黄敏和认为在全球景气回暖力道溢柱下 今年产业发展可以乐观期待 台北国际工具基展超过千家厂商端出牛肉 吸引买主目光全力争取大胆入带 富士宣陈建伟台北报道 晶片大厂联发科参加全球行动通讯大会 大秀新手机晶片和技术方案 展望未来发展总经理谢清将预期 4G持续升级外 5G布局也将在下半年要启动更多的研发计划了 全力的冲刺营运立抗对手高投 今年MWC展上联发科大秀穿戴 智慧家庭车用以及工业运用等技术领域 为了让品牌形象更升级 高阶晶片MT6795挂上HELIOS品牌名称外 更将对外征求中文命名 海外市场稳定成长 吸引品来客户是战力逐渐提升 联发科去年在4G市场机器直追 为高阶晶片命名 更通过美国电信业者T-Mobile测试 预计今年手机量产 不止如此 秘密武器还有支援CAT6技术 以及4G主流产品MT6751 MT6731也将跟着报道 从产品交替的角度 LTE会是一个 算是一个 从联发科技来讲 也是一个新产品可以开始 开始RAM UP 加速4G布局 对于将在2020年爆发的5G商机 联发科也不放过 预计下半年开始投入更多研发计划 另外也正式推出创意实验室合作伙伴服务计划 以媒合穿戴式装置和物联网产品开发公司 加速产品开发上市 挑战对手高通市场领先地位 副理学员陈建伟台北报道 2015全球行动通讯大会上参展的台厂发表新手机 并将战场扩大到智慧穿戴式应用装置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就强调 在虚拟扩增实境技术方面 已经超越了其他竞争对手了 预测HTC将会是未来全球市场谨慎的手机厂 绚丽的影像效果加上环绕音响 绚丽起进般的游戏感受表现强烈 这是宏达电在MWC发表的全新虚拟实境技术产品 搭配推出的360度环境侦测系统与追踪控制器 让使用者能够更快速进入虚拟世界 前两月营收累计215亿元 三月营收有望从200亿元起跳 宏达电近年全球市占率下滑 获利表现不如预期 王雪红强调 虚拟扩增实境将是未来十年的 重要发展项目 商机将有很大的突破 这一次已经在市场同业间拔得头筹 远远领先其他竞争者 像HTC能够一直不断的 两三年两三年就一直突破的公司 可能也不多 尤其是能够突破到全球建立品牌 两三季之内我们认为 我们就会能够展现出来这些新的价值 目前宏达电由王水红亲自掌舵 行销及供应链管理 执行长周永明则专注产品创新研发 并领军开发非手机产品 在这次的通讯大会中 一口气发表全新手机与运动手环等产品 企图以虚拟实境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出 力拼营运逆转胜 陈和平 陈伟佑台北报导 医动店举办法修会公布去年第四季的营运状况 达到了18.66亿元 比上季减少了18% 看准了指纹辨识系统的商机 和Windows 10的触控装置系统即将要上市了 预计在市场会带动一股热潮 董事长叶一号就强调看待今年的营运表现是很乐观 把手指放上感应区轻轻一碰 就完成小额付款的动作 不让苹果手机专美于前 世界通讯大会上三星 谷歌等多家手机厂商表示 将投入行动支付技术开发 触控晶片大厂 翼龙店也积极进军指纹辨识IC市场 这次NWC我们展的主要有两个新的产品 一个是指纹辨识 它在手机的应用 还有在平板跟Notebook的应用 指纹辨识我们现在送sambl给客户 那一季大概今年下半年 会首先量产应该是在手机 叶一号亲自主持法说会 吸引大批外资法人关注现场错误虚席 会中公布去年第四季的营收状况 单季税后净利达到3.02亿元 全年税后净利14.03亿元 年减4% EPS 3.6亿元 那我想Microsoft的Service Pro 3 它把它带动 那Windows 10 事实上对这个笔也很重视 客户对这个期望也蛮高 尤其是在二合一的PC 因为你二合一的时候 事实上很多可以当作 那个Notebook平常的来寄 所以这个笔是很重要 我觉得无线充电 这个慢慢会产生效应出来 那我们事实上在这边也有布局 靠着二合一笔电加上谷歌Chromebook 拉台触控产品出货笔 占去年营收61% 目前搭载Windows 10系统的热融式触控笔 将在下半年进行量产 指纹辨识系统与无线充电技术 预计在明后年引爆市场 对于未来市场景气发展相当有信心 陈和平 陈伟佑台北报导 去年获利创下历史新高 华南金控举行媒体春酒 董事长刘登成表示 今年盈余预估渴望继续成长 提出了网络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 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提升整体的集团获利动能 热的与现场媒体寒暄 华南金控董事长刘登成 华银董事长林明成等高层 出席媒体春酒活动 提出今年公司经营方针 积极布局全球 也预估盈余将会继续成长 华南金控计划在七点 在各位的边策协助鼓励之下 我们的整体的盈余还算不错了 我们希望未来这一点能够积极 来布局海外 海外的获利现在目前在整个 尤其银行这边超过将近30% 那未来希望从海外获利能够超过30% 华南金去年税后金利达到131.91亿元 年成长31% 主要获利来自集团旗下银行 利息收入占了大约七成 希望今年能达成多元财务管理收入目标 去年海外获利比重达到三成 正积极拓展全球版图 房地产呢 不管是企业或者个人呢 多多少少都有贷款 如果这个房价跌的话呢 每一个个人不管一户的人家呢 他的这个 抵押物的净值呢 就会往下跌 那银行恐怕要追缴 追缴这个抵押品 所以我认为呢 政府应该好好的考量 提到最近令人相当关注的政府房地合一政策 林明成表示 政府对于房价控管牵连性相当广泛 对于金控的发展 刘登成强调将会推出网路金融服务产品创新 也希望规划更健全的经营体制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陈和平 陈婉佑 台北报导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PGW国际建筑团队 台北时尚 一至三房 2948-6777 当哈利遇到沙利 当红天雷遇到时尚笔电 善用工具灵活运用 发挥最大获利 即日起参加红天雷洋洋得力大方送 就可获得双A品牌笔记型电脑一台 来电速播 02-2365-3255 多年来我在台湾透过旅行 观察自然生态环境变化 看到了这块土地上 人们为永续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让资源不在我们这世代耗尽 卖向绿色 永续会 欢迎光临 诶 这是 这是MIT微笑标章的菱形钓牌 上面有MIT微笑标章 产业别图腾 验证机构 还有标章编码 哇 小小的钓牌上 有这么多清纯资讯啊 如果不放心 还可上网查询哦 都挂保证了 那我来挑什么呢 挑款市集颜色啊 认名这样的MIT 安全健康值得信赖 三星电子和宏达电 发表最新的旗舰机 双双采用金属机壳设计 机壳厂可乘M凯胜 渴望受惠两大厂 新品预计三月起陆续开卖 带动供应需求强劲 将提前为发售会 铺成乐观的气氛 韩系品牌厂三星 去年面临的竞争对手 苹果发表了iPhone6的冲击 现在一口气 推出了两款旗舰机种 包括内建无线充电功能的S6 以及拥有双曲面侧荧幕的S6 Edge 要与苹果在行动通讯大会上 正面对决 电话响了 只要按下手机背面的感应键 就能直接拒接 行动通讯世界大会MWC正式登场 三星一口气推出两款旗舰机种 包括Galaxy S6 以及S6 Edge 现在两款新机首度在台亮相 S6 Edge只有7mm 那S6它是6.8mm 所以它都非常的轻薄 我们这一次S6 Edge 它是第一支有双曲面的荧幕设计 Galaxy S6 Edge采用全球首创双曲面侧荧幕 机身搭配最高硬度的 康宁第四代大猩猩玻璃 其中最大亮点 使用者不论在任何页面下 只要连续按两下手页键 就能在0.7秒之内开启相机功能 而更厉害的还有它 就是它很薄 但是我们这一次把无线充电模组做在里面 那之前都要换背盖 你手机会变得比较厚 三星火力全开 对手宏达电也不是省油的灯 星际黄HTC-1M9 一体成型的法斯纹金属机壳 配上高达2070万画素的主镜头 吸睛程度破表 两大手机品牌厂同时在MWC展上推一新机 谁能胜出就等财报见分效 富士宣城届委台北报道 半导体通路龙头大连大积极的拓展业务 董事会决议将以每股14.5元 公开收购结缘50%股权 大连大表示收购结缘是放眼大陆地区 苹果产品销售 以及B2B电商服务 与产业控股整合纵效 收购完成之后 最快第二季就能够开始任列结缘的营收 车市龙头和泰车举办新春参序 总经理苏存心寄出利多消息 透露前两个月薪车挂牌数 已经突破了7万台 年增超过一成 乐观看待今年整体汽车规模 将不雅于去年 其中和泰车的总销售量 有机会挑战14万辆 蝉联市战冠军 气氛热络 和泰车总经理苏存心 带领公司高层举杯与全场媒体敬就 举办新春参序 一开口就先送出利多大红包 所幸选后之后 这个车市的气势如红 全年的登陆达到42万4千台 这是自2006年车市低迷以来 首次回到这个40万台以上的一个水准 那整体的汽车市场表现 也算非常的亮丽 去年尽管遇到神举干扰 但全年车市挂牌数 依然达到42.4万台 年增超过12% 其中和泰车也达到13.9万台 年成长直逼一成 不仅创下9年新高 更连续第13年稳居市战冠军 那我们也盼今年在台湾的总市场 将不亚于去年的水准 将有42万台的一个规模 那我们有绝对的信心 可以完成这个挑战的一个目标 展望今年市场动向苏纯新透露 累计前二月新车挂牌数 已经突破7.29万台 在景气回温换购需求以及油价下跌 增添消费者购车意愿等三大利多因素刺激下 乐观看待今年车市总规模 渴望维持42万台的高水准表现 而核泰车总销量也有机会挑战14万台 市占率上看33.3%蝉联冠军 福利宣承介维台北报道 IC晶圆和成品测试大厂晶圆店通过去年财报 全年大赚了25.6亿 董事会决议是配息1.8元 同时依应客户高阶机台需求增加 决议今年资本支出要投入50亿 作为买进机器设备以及建制厂房使用 笔电代工大厂人保定调今年是四伏器元年 积极的抢食市场包括了传出要 包括了在整个Dire还有联想 以及英特三大订单已经是成功的入袋 出货量上看30到40万台翻倍成长 有望晋升国内的四伏器六哥 根据研调机构Digitimes Research预估 2015年全球四伏器市场 交受到英特新CPU晶片加持 加上微软Server2003停止支援 以及各地资料中心Data Center建制风潮的推动 预估全年出货量将上看1182.5万台 年增13.5% 应该是一个可以去期待 而且在新的一年我想我们是真的有机会 产生更大的营收商量的突破 市场朝向健康水位发展 笔电代工大厂人保当然不放过这个庞大商机 2013年宣誓进军四伏器市场 接连获得代尔联想订单 加速扩大研发工程师规模 日记今年第二季将达到300到500人水准 那2015年我想我们预计 应该会有双微数的成长 加速扩编研发人员更定调 今年就是集团四伏器元年 总出货量上看30到40万台 较去年翻倍成长 实战排名有望取代主机板厂机家 成为国内第六大伺服器代工厂 分宣程届尾台北报道 苹果首款智慧表Apple Watch 将搭配Apple Pay功能 抢大行动支付商机 POS机大厂飞碟 郑华店早在去年就取得NFC的支付认证 端出结合行动支付功能的销售中端点机 有机会随着苹果智慧表推出 同步手绘 开发金控抗好云端 物联网对民众生活形态带来的革命 将参与相关的产业发展 上半年将会募集产业的创投基金 规模估计是高达18亿美金 物联网是市场上最新的蓝海经济 各家厂商也纷纷发表搭载云端概念的新产品 开发金瞄准这块市场大饼盒 背后的庞大商机与发展潜力 将着手投入相关概念产业发展 那像脸书这样子好的机会呢 其实我们在Profit里面不止一个 所以我不希望说大众特别过于关心其中一个投资 开发金在台湾增加优势产业基金 上半年锁定云端与物联网的新创投基金 下半年则将目标对准投资国内优势产业 市场经济复苏和看好物联网后续发展 是促使开发金这次投入早期投资的主要原因 这个都证明了其实有很多的新的consumer demand 那台湾的企业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整体金融业尤其是我们的投资业的这个看法 是审慎的乐观 香港募集的Asia Fund 经过两轮的募集 募集到的金额逼近5亿美元 与预设目标差距不大 随着新创投基金的陆续展开 开发金上半年新募集的国内外私股基金 规模约达到260亿元 也将为开发金带来稳定收益 陈和平 陈文佑 台北报导 三星发表年度双旗舰手机 预计4月在全球各地陆续上市 反指出三星这次作用题材 有新机效益带动 面板供应商华映跟核心出货 渴望从3月起走出谷底 预计第二期营运表现会比较出现明显的反弹 中租企业总裁孤仲利出席春秋餐会 强调去年是稳定成长年 今年除了要已经稳定的大陆市场之外 也将版图延伸到东南亚国家 因应营业的版图扩展 预估将释出500个职缺 亲自高举MA企业真材看板 中租企业总裁孤仲利 率领集团旗下控股董事长陈凤龙 和中时控股董事长黄炳章等人 一起出席媒体春酒餐会 孤仲利表示 在集团双引擎的齐力发展下 去年是集团相当丰收的一年 中租控股去年 在大陆的户居 终于达到我们30个职典 去年中租控股又交出了 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 那这个成绩单呢 我相信我们今年 还是会继续努力 中租控股去年在大陆 已经拥有将近30个服务据点 将把目标放在越南 辽国 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对意大利和俄国市场 也已经着手研究考察 预估今年全球的营业据点 将尚看到70个 那么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我们在东南半岛 我们今年可以说 会放更多的时间 在越南 辽国 捷布寨 这三个点 虽然我们在越南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这个新的雅国跟捷布寨 是一个新的点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方面 人力的资源 我们可以放更多的资源在那边 面对接下来全球营业据点的陆续开设 孤仲利正式宣布 集团将在今年大举真才500名 除了弹性报道制度和完整的肥训计划 以及海外训练 年薪更上看200万元 是中租历年来最大规模的真才 陈和平 陈伟佑 台北报道 国际整合原件制造大厂 安华高科宣布斥资6.09亿美金 收购网通晶片厂伊美莱斯 由于伊美莱斯可能在合并案完成之后 正式退出伺服器远端控制晶片市场 和英特尔合作密切的信华 冲刺伺服器晶片商机 有机会从中得力 鸿海集团旗下的验刷电路板大厂 真顶召开上市之后的首场法说会 去年营收达到759亿 目前坐稳市场市占的一个第二名 由于今年旗下的产品线发展 董事长沈庆芳是看法很乐观 表示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真顶科技董事长沈庆芳 亲自主持法说会 这也是真顶从2011年挂牌上市后的 第一场法说会 吸引大批法人到场关心 沈庆芳也透露真顶今年会以环保为主轴 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推广重点 希望能改变外界对于PCB产业高度污染的印象 在于社会责任这块 我想这也是我们团队共同一个信念 我们团队蛮好的一个观念 大家说我们其实不做晚上睡不着觉的事情 我在06年的时候我就定下公司的使命 就是发展科技照顾人类 经济环保让地球更美好 曾顶伟洪海旗下印刷电路板厂 也是苹果软性印刷电路板主要供应链 目前是全球第二大PCB厂 全球市占率为4.43% 去年营收759亿元 在市场稳定成长下 今年1月营收也创下历史第三高 达到82亿元 面对今年新产品线的开发 沈庆方强调 今年仍然是维持4条产品线的开发 因应市场手机业者的需求 会将主力放在软板细线路制成的开发上 在没有替代性产品上市前 全球PCB市场仍然有相当大的获利空间 沈康平成本也有台北报导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 重点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大池摩天轮馆 冬日购物节挑战全年最底价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 很大很好逛 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参加冬日购物节 交通很方便哦 碧潭山水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捷运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 碧潭水岸捷运景观宅 双水关29131333 理财周刊与银家日报 hold住属于您的机会 现在订阅四期理财周刊 加一个月银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请立即拨打 特不专线0223926680 0223926680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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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我爱你 我恨你 爱不不只是只是一句 我爱你 而是保护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美股道琼再创新高 纳斯达克更是冲上5000点 欧美股市多头70万 但是日本股市路股演出开高走低 台股以平高盘开出 经管会主委赠名中市集 提醒注意外资是否转为卖超 多头去保守观望 大盘翻黑跌破9600 金融压抑在盘下 索性并未引发这个卖压 尾盘包括台积电 面板双虎都力图振作 让电子指数翻红 大盘秀出了这个拉尾的一个概念 翻红了 加权指数收盘是小小的4点 以9605点做收 成交量是缩小到843亿元 明天该怎么选股 我们该请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资深分析师 顾富恩老师为我们解析 明天的关盘重点 顾老师晚安 顾老师在美股 还是相当的强势 不过今天雅股 包括台北股市有点开高 走低的格局 不过今天台北股市是拉尾盘 还有守住9600 明天的盘市该怎么看待呢 好 其实以今天的大盘来讲的话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他先开高 然后再做一个走低的动作 那如果说我们把过去三天 台股的走势来拿出来看 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 我们这里其实是走一个 留一个所谓的三连黑K棒 那就表示说明天他只有一条路 明天最好他是走一个 所谓的收一个红K 至少把这个所谓的大盘加血的部分 来这边做一个所谓的高档震荡 但是如果说明天跟今天 还是收黑K的话 那表示说在明后两天 其实明天开始算起 到礼拜五为止 应该这个都还有一个小小的慢压 因为毕竟这边 以这个所谓技术指标来看 比如说这MACD来说 也是在高档这边准备 做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一直说这里是要准备走一个 所谓的高档休息段 不是修正 这个休息大致上 就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 那我们防守点当然 就是先看这个大概 就是在月线附近 应该是在9550点附近 或者9500点都可以的 这两个整数关卡 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短线上他有跌破的话 台股就会比较修正压力比较大 可是这个修正算是一个多头 拉回不是空头 台股的空头 其实最近是不会发生的 除非说美国这边突然瞬间的升息 那升息的初期 也都还持多头的回荡 除非是他连续升息的 大概是来自于 大概有将近四码 大概就是升息吧 这是0.5 那我认为在今年里面 应该都看不到 那如果说国际的资金 如果说有变动的话 最多也是在于美元的指数 这些都是比较远 但是其实回应这个 我们金管会主委在说 如果说这个外资 有在做一个卖操的时候 其实最有可能是在 美元指数做反转 就是美元回扁的时候 才会发生 如果美元没有回扁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看得到 最多就是大概跟今天一样 大概就是所谓的开高走低 那当然这也是在会前期 就是说在大概10点半以后会发生 10点半以后 大概都会等线像今天一样 那就是说留意说 像今天比较有趣的地方 是在于国际盘 台股收完盘之后 这个恒升的是下滑 那深圳大概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周边 跟我们比较联动性的 都在做一个回档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明天台股开盘 有可能也是开高 但是开高之后会受到 这个所谓入股的开提的影响 而做一个收低 那短线上虽然说 美国的达克已经来到5000了 可是毕竟最大的工程 是来自于苹果 那这一波台股的上涨 其实在台积电 大力光 甚至于说像是核硕的部分 这些都有涨到 所以说我们等于是说 像是美国的先行指标 因为他们是跟我们下单的 那只要我们有涨了 美国大概也不会太弱 所以说这两边是息息相关 虽然说最近全世界都在放资金 可是重点就来了 台币其实应该要区扁 如果没有扁的话 其实对我们出口会短线上 会造成一个小小的压力 因为现在是国际的 比如说欧元也下滑了 美元上涨 虽然对美国出口是有增加 可是欧洲对台湾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所以短线上来到这里 算是应该说这样讲 没有特殊型的大力多 我们不会涨到1万点 但是这里也看不到一个明显的利空 所以我们也不会跌到9千4、9千3 这也蛮难的 最多只是做一个多头回档而已 所以短线上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留意的地方是这样 如果明天后天不小心有下沙到9千5百点附近的话 就可以来做一个逢低沉切的动作 前提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跟各位讲过 美元指数是不会反转的 所以说我们留意一下MWC的部分 因为它会持续的发酵 不是说只有在这个礼拜会发酵而已 会延续到下个礼拜 因为其实在Q1 就是3月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在年报我也完全公布之前 这里还是会有这个所谓 短线上还是会投信或内支的 做账的行情 当然也可能不是在这个礼拜 那我认为只要拉回来 应该逢低沉切力量会很大 那最主要是要留意物联网的部分 物联网就是说现在来看的话 大致上比如说像是智慧门铃 甚至于说像车联网 车子的部分 现在大致上都会连到这个无线网路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无线充电的题材 我认为无线充电题材已经讲得非常的久了 可是这个重点就来了 无线充电其实没有办法加速 因为它如果要很快速的话 它的功率会非常的大 那会造成电磁波会对人体会有伤害的 但是以无线充电力量 它的功率比较小 所以充电量还是会比充电的时间点 还是会比较久 所以认为它只是一个题材 真的要应用大麦的话 我认为还是要延到明后两年 所以等于是说无线充电的短线上 这是个强短的题材而已 长线投资我觉得观望看看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在物联网部分 这是未来的两年大概都会走的 因为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在北美的部分 已经有非常多的智慧门铃 就是这个门铃连接动态感色 连接这个无线蓝牙技术 再加上这个网路摄影机 可以连到你的APP 连到你的手机或电脑身上 你就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你在用电脑的时候 有人按电铃 你就可以知道谁在按电铃 然后可以用你的电脑 去直接帮它做个开门的动作 这个部分在美国已经开始在 北美已经开始在销售了 可是单价一个门铃售价 都超过1万块台币了 所以我认为一般人的接受度 还是不会这么高 可是我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这个趋势 只要我们台湾持续在 一直在这个所谓的发展的话 我认为很快这个价格就会往下降 那我认为这个价格的提名点 也不会在今年发生 可是这个物联网可以值得我们留意 非常久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讲过 这个未来这个趋势是一个大方向 我认为未来的我们台湾电子股的机会 也就在物联网身上而已 所以相关一些焦点族群 跟互联网的商机 大家都可以多做留意 非常感谢资称分析师 顾富仁老师 详细的解析顾老师 谢谢 谢谢 大盘虽然说没有收复5日线的 但是首稳10日线 美中不足的还是成交量 进一步缩小到900亿元以下了 短线上大盘是陷入高档震荡 盘面明显转由个股表现 在大盘并未见到转空一遇之前 有部分资金转进中小型股 个股的轮动加速了 也成为现阶段盘面的主要特色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一同来关心 明天的重大财极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当哈利遇到沙利 当红天雷遇到时尚笔电 善用工具灵活运用 发挥最大获利 即日起参加烘天雷洋洋格力大方送 就可获得双一品牌比进行电脑一台 来电速播0223653655 现在中途无人减了 我用我的大黄风 带你来转 变成金刚 好 好 好 只要喝酒开车出事 包压公司在背上收海铃链后 高县造势者投资败金 而且无法计划一条 高县造势者投资败金 喝酒开车最危险 海人海技无保险 小青菜无法用军鱼头一条冲 这样很拖铁铁银银 宽田十番 无稀恩用的港中啊 使用节水包张的产品 就可以轻松沉水 当小企业一起节水 用行动来增弃水资源 节约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老公 喜欢来泡茶哦 也好 越洗头越晕 喝茶提醒一下 老公 你声音怪怪的哦 开热水洗澡 四肢无力 游点小兔 好像感冒了耶 老公 我也觉得头会小兔 我们好像一样化碳中毒了 赶快离开 到室外 救命啦 网站还有更多知识 回国21天内若出现不适 请先拨打1922防疫专线 1922提供24小时 国内免付费的 传染病电话咨询服务 预防疫波拉等 传染病 非必要请勿前往疫区 若必须前往 不接触禽鸟 野生动物 或接触病人 不身影生食 注意个人卫生 落实勤洗手 合授戴口罩 疾病管制署 关心您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合授传播 打喷嚏时 用手霸沿口鼻 来不及可以依旧代替 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 请注意咳嗽已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好 好 你来人来啊 我请育婴假啊 哈 你来人啊 哎哟 不是啦 男生也可以申请育婴假 合理育婴今天 我现在跟我的老闆里打光 是说可以当心清生活会不住喔 加倍啦 都退休了 老板了我年年金啊 每个月都在领耶 我家出车耶 你基本工资也逃生耶 那次我去别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安心生活也让你请我 无障碍住宅 就是为了使行动不变的宣传者 或是生活不变的高龄者 能有一个友善便利 而且安全的生活环境 及居住空间 第一 必须要设置无障碍通路 第二 要有宽敞的空间 第三 是设施无碍 等三大要素才行 内郡部一直致力于 打造无障碍住宅 营造通用无障碍的环境 照顾每个家庭 带给每个人生活上 更多的便利 数位机上河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河 免费优惠喔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免费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设计不投降